烦恼少 首先要智慧掌 那孟子啊 曾经提到 人生 有三乐 第一乐叫 父母俱存 兄弟 无故 第二乐 养不愧于天 府不坐于人 第三乐 得天下因才 而交之 第一个 我们常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这是真实的 我们从小都跟爷爷奶奶 一起住 假如不跟爷爷奶奶住 当父母的要教孝道 还真不容易教 因为爷爷奶奶一起 那父母就能 时时关怀 自己的父母 给他的孩子看 所以父母 能够让我们奉样 那是人生最大的福田 而当我们在 回馈父母的恩德 你也会觉得 人生非常踏实 非常快乐 所以 所以 诸位老师 你们假如 现在跟父母住 一定要好好珍惜 有一次 我们有一位老师说 他常常帮爸爸洗头 帮他爸洗头 我听了很羡慕 因为我现在常常 不在家里 想帮爸爸洗个头 都没机会 所以你们有机会 要好好珍惜 那兄弟无故 兄弟啊 生活 事业都发展很好 也没有出现意外 死亡的情况 因为兄弟啊 是陪我们人生啊 走醉酒的 亲人 那父母据准 兄弟无故 家和啊 万事就行 所以这是人生啊 第一乐事 人生第二乐 养不愧于天 父不做于人 每天啊 尽心尽力 尽自己的本分跟义务 所以活得很踏实 这样啊 才能够做到啊 能吃 能睡 假如呢 常常做亏心事 又很怕别人看到 遮遮掩掩 这样的人生啊 绝对不会怎么样 痛快啊 那从前种种啊 譬如昨日史 以前犯的错 是因为以前没学弟子规 所以呢 不算 从今天开始 要做抚养 怎么样 无愧 从今天开始 自己的行为啊 要尽心尽力 随顺呢 孔老夫子的教诲 相信啊 你有这样的态度啊 一定会赢得更多人 对你的赞叹 对你的尊敬 好 这是第二乐 第三乐 得天下 因财啊 而交之 这一乐 是不是只有当老师 才有 不是 假如今天 你非常啊 懂得 去协助关怀别人 你懂得 助人为乐 刚好 公司里面 有心境的同仁 那一个人 到一个新的环境 内心怎么样 比较焦躁不安 这个时候 你适时伸出援手 让他熟悉环境 熟悉他的工作 在能力上啊 扶持他 进一步 可能他家里 有一些问题 你年龄 又稍长他 还可以把一些 好的 经营家庭的 观念啊 分享给他 相信你的付出啊 他一定会 很感动 他很有可能啊 会在别人面前说 我这一生啊 就是遇到了 这个好的同事 好的主管 人生啊 才走得 这么样的顺畅 所以你在 这一位朋友的心目当中啊 就像一位什么 老师一样 当你身旁 有越多的人 对你是这样的评价 相信你也会觉得 这一生啊 没有白来 那人啊 要真正做到 养不愧于天啊 腹不做于地 最重要的要 敦伦 敬奋 人生有哪些本分 在这短暂的生命 我们应该啊 扎扎实实 去经营一些 一生 一定要尽的本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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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